歌手张亮颖舞台短裙惹争议 网友吐槽尺寸过于短 人红是非多 娱乐圈的艺人们不愧是靠流量吃饭的职业 随便一些小事情都能引发网友的热议 尤其是女明星 一旦和身材沾边 必定就是大话题之前 精心吐槽女明星穿身V的事情还没过去 如今又有了网友吐槽 女歌手穿的裙子太短的问题 据悉 事情的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组女歌手张亮颖 在舞台上表演的照片 画面里张亮颖穿了一套黑色的时尚礼服 亮色的材质颇有皮衣的样子 大胆的裁剪设计 让张亮颖能自信地露出自己的胳膊和锁骨 而有争议的地方在于这衣服的下摆 不知道是舞台上动作太大 还是本身就是如此的设计 张亮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长裙几乎遮盖不住她的身体 大长腿非常薄眼球 而且恍惚间也有点走光的意思 所以该网友就吐槽张亮颖这裙子穿得过于短了 画面让人看得非常不舒服 面对网友的吐槽 评论区里网友的回应也特别有意思 一些见过大场面的网友 觉得张亮颖这衣服很正常 都没到肚子的位置 根本不算短 别说在娱乐圈里 就是普通生活中也没有很过分 也有网友觉得张亮颖不是小姑娘了 本身也是身材好自信 她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喜欢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只要不违法 不用在乎裙子短不短 当然 也有网友认为张亮颖作为曾经选秀出道的实力歌手 走这样性感的路线不太合适 以前张亮颖是端庄优雅大气 如今却偏爱走辣妹的路线 让自己非常失望 怎么说呢 我其实仔细看了好几遍网友分享的照片 发现这衣服确实是穿得有问题 因为她这件礼服 本身只有上半身能遮盖住身体 下半身则是刘海风格的装饰 也就是说张亮颖这裙子作用等同于一件上衣 如果张亮颖下面再穿个裤子 这样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但可惜张亮颖下面不知道是穿了条更短的热裤 还是单纯就剩下一条安全裤了 反正给人的感觉就是要走光的意思 其实在娱乐圈里 这样大胆的穿搭并不少见 主要是分人 比如这样的打扮 换成一个韩国女团成员来穿的话 会比较合适 观众也容易接受 而换成张亮颖这样的老牌实力派歌手来穿 确实很吓人啊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已经不是张亮颖第一次因为穿衣服过于火辣而引发争议了 我记得之前她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给自己搭配了一种类似下衣失踪的造型 那时候就有网友吐槽张亮颖在上面录大长腿的样子 有些走光 不过张亮颖似乎也不怎么在乎大家的看法 继续在舞台上大秀身材 甚至连平时发布的时尚照片也都是满屏大长腿 足见她内心的热辣和对自己身材的自信了 怎么说呢 之前因为主持人精心的吐槽 大家开始关注女明星的穿衣 一些女明星的确很喜欢暴露一些的衣服 而一些女明星却性格偏保守 不乐意当众展示自己 像迪丽热巴那样 穿了身Z也会紧紧的捂着胸口 她便是后者那种保守的类型 而张亮颖 这种在演出的时候穿短裤的样子 显然就是前者那种喜欢展示自己的类型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其实都应该获得我们理解 所谓穿衣服自由 是女孩子有穿自己喜欢衣服的权利 也有拒绝穿自己不喜欢衣服的权利 至于外人怎么评价 别往心里去 女明星勇敢做自己就行 观众也要多一些理解和体验 就像张亮颖这造型 你喜欢就多看两眼 不喜欢就批评两句直接跳过 这是一没有伤天害理 二没有违法 希望大家都别太较真了 王力宏正式离婚 李静磊或孩子抚养权 或分走三亿 7月5日 王力宏离婚案有了新进展 王力宏和李亮磊正式离婚 因为是王力宏提出的离婚 所以他要承担23万的诉讼费 王力宏和李静磊的离婚案 已经持续了三年 他们在抚养费 财产分配 抚养权方面基本达成一致 孩子们的抚养权规李静磊 由王力宏出抚养费 孩子们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跟着李亮磊 所以抚养权规李亮磊最合适 王力宏工作太忙 又因为是爸爸 根本照顾不了孩子们 两个人以这种决裂的方式离婚 导致王力宏口碑崩塌 事业一落千丈 李静磊无法出具 王力宏出轨的证据 仅凭几篇小作文 就成功出圈 给王力宏扣上渣男的帽子 其实真正压垮婚姻的 不是谁出轨 而是他们婚姻本身出问题了 两人精神上不同评共振 三观不一致 想法差距大 再加上王力宏是偶像 异性缘不会差 作为妻子压力也大 李静磊对王力宏的私生活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还是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 电视剧 王力宏对李静磊已经厌倦了 在三年前 李静磊崩溃发文 什么证据都没有贴 仅凭签字小作文 便把王力宏拉下神坛 王力宏和李静磊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王力宏过往的女友 不是天后就是影后 李静磊从少女时代 就跟着王力宏 靠着乖巧听话 终于怀孕上位 结婚后 李静磊连生三个孩子 也是想保住婚姻 坐稳王太太的位置 他们之间无论是身份 还是地位相差都很悬殊 王力宏父母也不待见李静磊 他满腹委屈无处诉说 婚姻一定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而且必须门当户对 否则就算在相爱 门不当户不对 也走不到最后 你看伊能静和宇成庆多么相爱 家庭背景差距太大 宇成庆的妈妈看不上伊能静 伊能静又要和宇成庆的家人 住在一起 压力山大 宇成庆家在中间很难做人 伊能静早就想离婚 牵手们是为了逼宇成庆放手 至今网友们都为他们感到一男平 曾经那么相爱的一对夫妻 说散就散了 离婚后 他们各自有了新的感情 也彻底成为亲人 放下了过去 王力宏就没那么幸运 和李静磊已经沦为仇人 就连探视权都要靠打官司解决 人生苦短 得饶人处且饶人 真的没必要把孩子爸或妈往死里逼 48岁的李文突然就自杀了 他没有孩子 带着一身病痛就离开了 王力宏在李文去世后 发文悼念他 文字里难掩悲伤情绪 或许他也想到了这些年的人生困境 婚姻的不幸事业受到重创 和孩子骨肉分离等 他们终于离婚了 王力宏的脸上露出笑容 虽然要分三亿财产给李静磊 但他终于获得自由 一段内耗严重的婚姻 就像穿着不合适的鞋子走路 每走一步都是疼痛难忍 好在终于脱掉了这双不合适的鞋子 摆脱错的人才能遇到对的人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张兰说剧俊叶已经跑路 剃光头发是有原因的 张兰抱剧俊叶跑路 还说鲁丹本身是有头发的 全身都有 但因为鲁丹要演出 全世界到处跑 担心被别人举报 影响他出行 所以把头发剃光了 连眉毛也没有 不知道张兰在哪了解的这些信息 不过张兰眼中 剧俊叶这个人也不简单啊 之前黄子脚爆料就牵扯了剧俊叶 还描述了一些细节 把剧俊叶拉下水 黄子脚出事后 就没有看到剧俊叶的消息了 有网友爆料剧俊叶已经回国 甚至跟周围的人吐槽大S 如今张兰也说他跑路了 难道他真的不管大S了吗 还有网友爆料称 剧俊叶跟韩国朋友说 对大S没感觉了 所以就剩下大S独自面对了吧 大S同意汪小飞把孩子带回来 是不是也跟剧俊叶有关 其实汪小飞刚刚去台北 接孩子的时候 张兰就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张兰说孩子接不接回来不重要 但家里现在有一个外人 让他特别不放心 每次想到孩子们要面对这样一个人 他就担心的睡不着觉 所以剧俊叶才是张兰最忌讳的吧 昨天张兰被王小飞邀请去吃饭 说是八个人一起吃饭 不包括小孩 网友想破了头也没想出是哪八位 联系之前张兰说小的自费来北京了 不禁怀疑 难道大S也跟着回来了 欢迎留言讨论 和我一起等后续 感谢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